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试过修行 但是没横心 总是半途而废 我虽不是修行的人 但也为着新时代硬着头皮答应参加了 后来我忽然有了个灵感 写了一篇短文 题目是 除了爱没有别的 除了神没有别人 这篇论文现在还在中华新时代协会的网站上 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然这样想 现在在看 当时写的东西跟我现在的体悟是一样的 可见我当时已经有某种体悟 只是没有直接悟到 然而我的感受理智都是这样的了 人喜欢命名和归类 脑子的功能就是判断 命名 归类 判断 分析是我们的脑子最会做的事情 而且每一个宗教对神的了解都不同 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是权威 总是排斥别人 就我对宗教的了解是 虽然我们都是神的一部分 这我深深相信 可是他比我们不知大多少 区区小我 如何去命名那无穷无尽 无以言说形容的他呢 他不只是意识 不只是能量 不只是爱 他是包含一切的 那我们为何要去命名他为 耶和华 佛 上帝 阿拉 都不行啊 其实这比较像是一种悬想 悬思 悬想是不可说的 我们称他为神 他包括所有一切 我们都在他之内 没有东西在他之外 所以说 除了神以外 没有别人 我们都是在他之内的那个小分子 除了爱也没有别的 因为无论伤害或者痛苦 都是我们设定给自己的学习程序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爱 那就是要让你学习爱 让你了解爱 如果你从来没有缺乏 一直在爱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因为你曾经没有 你看到那个痛 那个伤 那个空虚 那个悲观 然后你才发现 哦 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眼光 只看那么一点而已 视野打开 心打开以后 那个爱是无穷尽的 除了爱 没有别的 没有爱 是让你找到爱的一种刺激与动力 请记住这两句神来之笔 因为当你越深入于道 越回到你的核心本源 你必会发现 它就在那里等你 上次讲过2007年我终于痛下决心 跑到印度核心大学去了 核心大学的创始人八观说 他的天命就是来送出核心祝福的 核心祝福的功效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可以很快觉醒 八观说 因为2012年眼看着快到了 很多预言说世界要毁灭了 假如有7万人在那之前觉悟 就可以扭转乾坤 就不会有世界末日的来临 当然 不管为了我自己 还是为了大家 这都是值得努力的 想到世界末日 我很不忍心 我自己已经活得差不多了 可是还有这么多人会毁掉 而且地球也要毁掉 我实在不能想象 地球道场是我们的乐园 是我们在人间旅游的地方 而我那时候又刚好很沮丧 所以干脆去印度了 去印度合一大学以后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发生 到印度第一天 老师就说 你们到这里来什么也不用做 来了就好 要放松 享受这21天 你们有这么大的福气福分 才能到这里来 要感恩 例如 要感恩配偶 让你请这么长的嫁来 比较年轻的朋友 要感恩父母出这么多的钱 来一趟很贵 要感恩 我在想 我感恩谁呢 父母不在 前夫也离开了 我就感恩自己好了 我还蛮爱我自己的 特别要感恩自己 肯给自己这个时间 而且在台湾 我去到哪里 人家都会认得我 很麻烦 我就偷偷摸摸去印度 在印度 遇见的台湾同学问我是谁 因为没看见过我 就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一看到我名字 就会嚷嚷说认识我 他们从小看我的书啊 我很谦虚低调的 躲在角落里说 我不是老师 我跟你们一样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教的 所以不要叫我老师 他们都很年轻 但他们都叫我同学 我好得意哦 和一大学有不同的老师教课 第一次是他们的大师兄 听他讲话非常舒服 很有说服力 学校授课者叫做引导者 他说 引导者不给什么 也不取什么 只给合一祝福 这个最重头的合一祝福 本身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也的确不需要做什么 假如你有足够的钱 又愿意去 你只要在那里 他们就会给你祝福 并为你传导能量 当时的教导 大概有几个重点 合一祝福 帮助我们把负面的东西去掉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意识提升 进而觉醒 对什么觉醒呢 第一是觉醒到万物都是相连的 我们跟任何人都是紧紧连着的 分也分不开 虽然我们的形体是分开的 彼此的想法也不同 可是基本上 我们在灵魂层面 却是相连的 我们跟神也是相连的 只是我们没有觉知 第二是对于现实的真相 要觉醒 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幻 第三是对恩宠要觉察 要感受到你在恩宠里 假如没有感受到的话 就不能改变 也无法开悟 因为靠你自己的努力 是得不到的 一定要能感受到恩宠 才会觉醒 还有一堂课是讲 修行求到的道路 第一要有意向或意图 就是你要有个目标 想达到一个什么境界 第二要有欲望 热情 去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 若没有热情的话 不会得到 第三是神圣的恩典 有这三者 你才会觉醒 老师说 要成功就必须要有热情 你不能只经历了 一两次挫败就放弃 他说到爱迪生 发明电灯的例子 爱迪生一直做实验 他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是发现了 三千种不适合 当灯丝的金属丝 一直试到终于找到 合适的那个 有热情 却能不断尝试 实验才能成功 如果只做三千种就放弃 那就失败了 他说 真心追求 不会在意多少次失败 因为旅程本身 就充满了喜悦 这有点吃苦像吃补 因为挫折是很苦的 可是他却觉得充满喜悦 所以我们不能太执着 太认真的认为我一定要怎样 那样就会一直在吃苦 修行要是一路吃苦 就会失去乐趣 还是快乐一点好 若一味追求吃苦 只不过是误以为吃苦可以赎罪 苦修代表有德行 其实都是功利的想法 并不高超 他说 平凡的人总是在等待机会 可能等了一辈子 机会还没有来 他一直在守株待兔 伟大的人就创造机会 所以眼睛睁大一点 看到机会就赶快跳上车 处理外在的事情 必须要用头脑 必须要努力 你才能处理 可是内在的世界 是不需要努力的 只需要放下 臣服 需要接受恩典 与随顺智慧 没有恩典 就没有办法与神一起 跟恩典同行 才能有成就是 有了这个恩典 生命就会变得美妙 他爱你 比你爱自己更多 你会发现生命更有趣 更快乐 要感到没有理由 原因的喜悦 那才是真的 最后就是 我是存在 意识 法喜 法喜其实是译错了 法喜是佛教的说法 其实英文就是喜悦 受佛教的影响 就会用佛教的名词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塞斯都用白话 因为我不愿意 用任何宗教的用语 塞斯本来就不是宗教 何一说 神的爱 就好像上千个母亲的爱 你生命中 已经拥有这么多了 但你还是会觉得很空虚 因为你没有回到家 你远离了神 追逐一切 就是为了追逐神 唯有神的爱 才能填满你 没有神 你就像是宇宙里的孤儿 我想很多人 都有这个经验 觉得自己 像是宇宙里的孤儿 无依无靠 漂泊迷惘 何一说 想要有神恩 就要跟神有一个连结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跟神有没有联系 我也不通灵 每天自己苦哈哈的干什么 做母亲的都知道 小孩子三岁以前 一定要跟一个大人 形成一种坚固的连结 以后小孩才能很健全 正常 安全地长大 有些大人把小孩 交给别人照顾 或者照顾的人 换来换去 尤其是那些 在孤儿院的小孩 就很惨 因为没有一个大人 是专属于某个孩子的 不论是什么性别 不管是不是母亲 起码要有一个固定的人 跟他建立一种连结 他才会拥有有根的感觉 才不会像一个漂浮的气球 想当年 我就是没有这个连结 前两天 我就在想 我有没有感恩连结呢 那时候我觉得 自己心里是空的 有点痛 而且是真的 心脏这里痛 后来到第三天 忽然间就觉得不痛了 心里满了 忽然间觉得 原来神一直在 他一直在我心里 可是我以前 完全没有感应 没有觉知 也不相信这回事 那些对我来讲 只是个学说 而那个当下 我真的感觉到他在 只是之前 我没有打开我的心 去接纳他 去相信这样一回事 而接纳后 我真的在自己身体上 感觉到了 那个喜悦 我充满了爱 我感受到被神爱 是多么的甜蜜 美妙 幸福 感恩的不得了 心中莫名 服上一首老歌 被你爱 有多美妙 感恩之心 不是可以刻意求得的 刻意的要求 就是出自小我 千万不要把小我 当作是一个固定的 具体存在的东西 让小我 掌握了你的生活 要放松 放下 但不要去怪罪小我 认为自己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也不要去设定自己 一定要怎么样 那都是有所求 赛斯说过 你专注于什么 你就得到什么 你专注在你的不足 缺陷 没有爱 专注在你没有什么 没有放下什么 那你需要的 就进不来的 当我感觉到 那个爱的时候 忍不住就喜极而弃了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个恩典 如果要努力求得的 就不是恩典 已经超越了 一般所谓 做多少功 得多少东西的 那种交换 那是人间的法 而超越的法 是你感恩 放下 让它来接手 让这个恩典 显现在你的生命中 你就会感觉到 它的爱 体会这个无条件的爱 不是因为你做得好 所以它给你 你什么都没有做 它也会给你 它完全是白白送给你的 这才叫做恩典 就是无所为 是放下 是信任 这辈子 我第一次臣服 我后来发现 感恩其实是最好的 一种祈祷方法 还不只是方法 如果你不是去求神 来给你爱 而是能够自然地 生出感恩之心的时候 恩典已经在那里 那个喜悦就会一直充满 就像本来干枯如沙漠的心 瞬间变成了自流井一样 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 痛苦的时候 你是不会感恩的 喜悦的时候 你就会感恩 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喜悦 这两个好像是一体两面的